大家好,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的助林熙,欢迎大家回到我的课堂 那么这一节呢,我们来讲第三方支付当中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线下支付 那么什么是线下支付呢,其实很多同学可能没有太用过 但是线下支付呢,曾经一度呢,在中国还是比较普遍的 那么这一节呢,我们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一下 那就是什么叫线下支付,然后我们看看拉卡拉 然后说一下拉卡拉刷卡机和超级盾,以及其他的混合型第三方支付的一种方式 那么我们先看一个例子啊 拉卡拉呢,其实是中国线下支付最典型的一个第三方支付公司 那么在2011年,我们说呢,这个11月,这个拉卡拉就和这个最大的母婴用品购物商城 红孩子,达成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 那么这时候呢,其实对于很多这个家长来说,就已经很方便了 那么我们看啊,这个就是拉卡拉在一个在超市当中的应用 我们以后面会在这接着来讲 那么在今年,也就是2020年9月5日,这是很新的啊 我们说,这个甘肃省的国际服务贸易项目集中签约当中呢 在拉卡拉股份公司,写拉卡拉云上小店4.0亮相了 这个拉卡拉的云小店4.0,是拉卡拉打造的一种专一站式的门店经营解决方案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包括了门店的收银和小程序的店铺和H5的商城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收银其实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事啊 如果你不开店的话,你可能不知道 我收银的话,很多情况下,可能我小的话啊 可能我就是用个微信就收了,或者支付宝就收了 但这种方式有些时候不方便啊 因为你需要别人扫你的码 那么我们说的这个门店收银就是说被扫的情况啊 就是主扫和被扫,我们在后面会有介绍 所以说这个收银其实是一种小的便利店的 或者是商铺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啊 他这个收银和这个商铺是结合在一起的啊 我们说这是拉卡拉最新提出的这个 那个云小店的概念 那么我们回回来看,什么是线下支付 我们说电子商务主要是网上进行的,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说不是所有的交易都是需要网上支付的 那个别情况下可能我们在网上进行交易之后 我们需要线下支付 所以说呢,还有一些很多种的线下支付 比如说,货道付款啊,邮局汇款啊 当面交易啊等等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说哎,我们的这个交易的发生和汇款 或者是这个交易的发生和这个这个货款的这个交易交流 他不在一起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说买卖双方在距离上比较近的情况下 可以大面交付 但是比较远的情况下,有些时候就没有办法这样进行了 好,那么我们说总的来说,我们上一颗讲了,对吧 我们的电子支付方式有四种啊 分别是虚拟账户,网银,移动支付和线下支付啊 当然虚拟账户其实包括了很多啊 它和第三方支付还不完全一样 那么线下支付啊 我们说,它其实就是非现场消费支付的一种典型的方式 为什么说哎,还要有线下支付? 我们现在已经这么发达了 但是无论多么发达,它总有一些地方 或者总有一些情况,会出现一些问题 无法当时实时进行支付 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哎,我们就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补充它 就是说,线上如果不能完成,我们需要线下来进行补充 当然,对于大多数的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也有一些问题 有些城市是需要具有线下支付的 所以说那线下支付呢,其实在最开始起步比较早啊 那么它其实在电子商务出来的时候就出现了 那么我们说最开始,电子商务刚刚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线上支付也不很发达 那么所以说线下支付当时也是发展很快的啊 那么其实当时这个线上支付和线下支付它是齐头并进的 2003年就开始了,那么分了几个阶段啊 第一个阶段就是雇往支付 什么叫雇往支付呢?就是这个电信运营商 就电话,通过电话来进行支付 这种方式呢,我们说当时在2004年和2005年特别的火爆啊 那么在很多地方进行推广啊 中国银联呢,和当当网啊,协程网都合作啊 推出了这种非ATM的这种缴费终端 地方政府也推出了很多这种施政缴费终端 但是呢,还经过一段运行发现并不很理想 所以就进入了第二阶段 那么第二阶段呢,它就是市场的反思阶段 主要是2006年到07年 那这时候呢,由于前期的市场投放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 发现雇往支付停在一定问题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拉卡拉介入到了这个市场的时候 线下支付在这时候也开始受到人民的关注了 那么第三阶段,就是线下支付独立发展的阶段 主要是07年和08年 那么由于前一段时间这个固网支付逐渐推出市场 而拉卡拉为代表的这种线下的便利支付模式 就逐渐开始扎根了 那么它主要是在北京上海的大城市 就是北上广,这个一线城市开始进行布局 然后呢,逐渐的走向全国 一开始都是一些小的便利店啊 比如超市发呀,比如说每年每亚这种便利店 在这上面来布局 然后呢,提供了很多这种传统的水电费 叫那呀,化费充值啊 信用卡还款啊等等这些业务 哎,慢慢的发展起来 那么第四个阶段呢 就是线下方式 线下支付走向成熟的阶段 主要以拉卡拉为代表 一些众多第三方线下支付厂商 开始蓬勃的发展起来 这是第四个阶段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个几个阶段的一些基本的一个看 概括啊,从2007年40亿 发展到2013年的2350亿 它发展还是很快的 所以说线下支付它的发展 当然其实很快 一直到我们说 一直到2014年 2015年啊 我们说移动支付横空出世啊 那就这些东西就慢慢变得越来越少了 这个是后话 我们先不说啊 为什么到2013年啊 因为14年 哎,支付宝推出移动支付啊 在15年移动支付就开始 在中国大地上变开花了 那么线下支付呢 它是有一个整体的一个产业链的啊 我们看啊 这边最上游就是你的客户啊 商户 然后呢 这边呢就是你的持卡人和终端用户 那么中间呢 我们说它是两大块啊 这两大块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说这是银联 通过银联联络银行 这个和往前是一样的啊 和其他的支付方式一样的 但是线下支付呢 主要通过便利店啊 写字楼啊 营业厅这些 通过线下这种便利运营商 来和它相连 这一点是和第三方支付 或者是这种虚拟账户型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地方虚拟账户呢 它只有它没有这一块啊 没有这种便利店 所以说这个它是它的特点 那么整个这个线下支付的产贴链呢 有两点需要注意一下啊 第一个啊 就是中国银联的中枢地理啊 我们说这个地方 它主要还是基于信用卡 和银行卡的 所以说银联是不可避免的中枢啊 然后呢 就是线下支付运营商的核心地理啊 这一点呢 其实呃 它是依存于这个这个银联的啊 但是呢 线下运营商提供了这个重要的推动力啊 我们这一点要注意啊 那么 线下支付 它也是属于电子支付啊 但是最早它推出来呢 其实它并不完全是为了这个这个电子商务 它是为了便民啊 一会我们会讲它最早是怎么回事出来的 那么说说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呢 这个线下支付啊 我们带来很多的支付便利啊 我们说当然在当时那个条件下是这样 由于现在我们说这个四季发展以后 手机支付移动支付发展起来之后 其实这种便利变得越来越小 但在以前在以前移动支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之前 或者是四季网络没有出来之前 我们说线下支付还是带来了很大的这种便利 因为毕竟我们那时候上网还是很困难 只有回到家用了PC才能连网啊 手机上网说白了可以用 但基本上不能很好的应用啊 因为网速太慢了 而且经常卡 那么我们说这个拉卡拉来源于哪呢 它是一个聪明的懒汉的一个想法 那么在当时啊我们说2003年04年甚至到08年 这段时间呢我们中国的经济特别的好啊 发展快啊 那时候由于经济好大伙都在炒股股票的这个市场特别的好 那所以说呢 基本上去这个银行啊 哎没有一天你是办不完事 你上午能办完事很好 因为人太多了 所以说呢 那这时候呢这个拉卡拉的创者 创办者的孙陶然就想哎呀太麻烦了每天去银行 所以就萌生了一种更接近消费者的这种缴费终端的这么一个念头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在这里头呢我们说哎提供了这种线下支付的这种方式啊 我们说这就是拉卡拉当时出现的这么一个契机 所以说呢他就想了一个方法哎我们要借助周边的这种便利店超市来提供一种线下的这种方便的方法就不用再去银行了哎 比如说交罚单了哎因为最早他是要交罚单嘛那交罚单当时一定要到交通银到银行去交啊当然一般是农行当时去交交罚单很麻烦排财队太复杂了所以说他就想了这个想法那么所以说呢他就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支付方式就是说在超市我们看超市便利店这种地方呢我布了很多这种便利店这种机器这种机器可以刷卡而且可以银行直接联系起来 不单可以和银行联系还可以和支付宝啊淘宝这些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呢他一方面方便了大众就是说方便老百姓进行信用卡的还款啊或者是缴缴费啊另外一方面哎也方便了这个什么便利店开的电子商务啊所以说他大大的推动了便利店的发展啊是便利店进入了2.0的这个时代 那么从客户群上来讲呢我们说这个拉卡拉针对的是这样的这样客户群最早啊他有稳定的刷卡消费需求但是不愿意使用第三方的在线支付而且对银行排队有不良的体验我最早使用拉卡拉就是至于这个原因的因为当时我就喜欢刷卡消费而且呢我当时不太使用这个第三方支付 同时呢我最讨厌去银行排队太受不了时间太长了所以当时我基本上来说都是刷卡消费然后呢用拉卡拉进行还款因为当时ATM还款还很麻烦不是所有的ATM机都可以进行存款业务所以这就是拉卡拉企业介入的契机那么拉卡拉的业务呢我们说从大的方向来讲有三类一个是个人金融业务一个是电子支付业务啊比如说给支付宝充值啊等等第三个就是便民的金融服务 比如说水电煤气的缴费啊购买电价票啊还款啊信用卡还款啊等等这是三大类主要的业务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拉卡拉的发展历史啊我们看看它怎么样发展过来05年拉卡拉成立了率先开发出电子账单服务平台那么最早呢其实说电子账单成递支付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电子支付的手段啊但是后来慢慢他就被其他手段替代啊 06年开创了线上购物刷卡支付的这种新模式就是说你可以在线上购物然后你到线下用那个拉卡拉刷卡机再刷卡支付啊只要你有账单号它可以连在一起就给完成这笔支付了就说我们在淘宝上买东西会产生一个淘宝的订单那么这个订单呢以前你可以用你可以你可以用支付宝来支付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没有支付宝因为当时支付宝刚出来的时候呢好多人并不信任啊并不往支付宝里充钱打钱丢了 那么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到线下用那个刷卡机来刷卡然后呢来进行支付啊把这个账单的支付所以说是线上购物刷卡支付啊那么07年开启了便民支付点的建设啊这时候首先在北京和上海退出便民这种支付点主要是在什么超市发啊这种小超市啊每年每这种超市当时这种这种超市连锁超市基本上都有拉卡拉的这种刷卡机啊 很方便第八个就开展了信用卡的还款业务啊这是最好的一个业务很多人都是因为他来接受到拉卡拉的 因为当时信用卡还款太复杂了是银行排队太长了啊所以说这出拉卡拉的还款业务做得很好09年便民支付网络遍布全国啊我们说38个城市完全覆盖88个城市布局便民支付打43万多年在09年的时候我们是拉卡拉进入了一个鼎盛的时期啊 然后到10年完他开始进入家庭了那么有了这个刷卡机但是这有些时候还是不太方便所以说呢拉卡拉就推出了迷你家用刷卡机 哎很方便可以在家就完成刷卡有两种啊当时是有两种的一种方式呢是插入到你的机器的USB口上那么就可以当刷卡机使了你可以在家就可以直接刷卡就和在抛式机上刷卡是一样的 另外一种呢哎就是在这个手机上啊通过这个耳机口插进去一个小的刷卡机 那就可以来刷卡啊这个也很方便 那2011年啊我们说拉卡拉获得支付牌照 他和支付宝是一样的是全国首批支付27个支付牌照之一啊 所以拉卡拉其实算是支付店的支付行业的一个龙头了啊 12年我们说拉卡拉全面的进入了这个收单市场啊 主要就是泡多种不同的泡斯产品啊 并且手机刷卡机在2012年就认识了啊 13年推出了这个社区金融和电子商务平台啊 他推出了一个开店保即支付生活网购金融为一体 哎13年14年手机收款保问世啊重新定义了泡斯基 就以前泡斯基是不一样的啊 以前的泡斯基呢只能是到银联申请啊 到银行申请他给你要一些专业的这种产品店啊 他给你专业的公司来给你比如山德他做这种泡斯接单 那么后来呢拉卡拉也推出了手机这种收款保泡斯基 所以说手机就变成了泡斯基 而且是移动泡斯基啊 这个定义也很好啊 然后15年我们说哎 泡斯基进入智能的云时代啊 我们说超越支付连接无限可能啊 我们说进入了云时代 那么并且跨住了国际化的第一步啊 我们说这个和英国最爱的账单支付公司 Opayin Limit 签署了合作协议框架 我们到了16年 拉卡拉加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成为理事单位 17年哎 跨界手环发布啊 我们说17年这个跨界的手环发布啊 这个手环呢 就集就集这个支付啊 闪付啊 交通支付啊 运动心率等等都有了 它就类似于Apple Apple Watch是类似的 包括现在的华为Watch是一样的 那么2018年成为Visa的全球合格伙伴 并且成立了大数据研究院啊 就叫昆仑堂啊 通过云计算 人工智能呃等等来进行这种先进的这个金融 那么到19年 我们说拉卡拉4月25日登陆A股市场正式上市 在创业版正式挂牌了啊 这是第一支纯正的第三方支付股票啊 不是支付宝实是不纯正啊 支付宝它是依托于淘宝网的 它主要是为淘宝服务的啊 我们说这个我们上年可讲过啊 不说了 并且呢成为Discover美国运通国际卡的这种正式会员 我们说这个美国的这个信用卡主要几个组织啊 一个是这个我们说的运通卡 这是最早的啊 再一个是大来卡 其实在美国还有一个卡 Discover卡 那么Discover卡呢 其实相对来讲呢 它的门槛稍微低一点啊 但是它被大多数人更多的人提供了信用卡的服务啊 因为在美国其实市民信用卡是一个挺困难的一件事啊 那么这个呢就是信用卡的基本啊 拉卡拉基本概念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拉卡拉的主要业务功能啊 那么拉卡拉呢 经过多年的这个运营啊 创新 最终形成了这个四大业务啊 主要是便民金融 互联网服务 POS收单和用户金融啊 那便民金融 刚才我不说了啊 它是最早的这种便民金融服务网络啊 目前呢 已经在全国290多个城市 5万多个便利支付店 和大多数的这种知名联合品牌店 都有拉卡拉的便利支付公断 第二个互联网的服务 那么这个时候呢 终于推出了这个迷你拉卡拉 家用刷卡机了 超级盾呢 这就是超级盾的啊 用这些手段来满足这个网购的需求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POS收单 那么POS收单 其实是拉卡拉一个主要的业务啊 它主要面向了大型百货啊 大卖场啊 医院啊 连锁超市等等 作为一个收单机构来进行 那么这个呢 也是它一个主要的这个方面 那么第四个 哎 就是用户经营啊 我们说通过那个线上和线下商户进行合作啊 提供一些增值服务啊 我们看 就是拉卡拉小店啊 明日的超市 他的坚持的就是让支付更简单啊 其实他最早懒汉嘛 他就我比较懒 我不愿意去排队 所以说呢 他目标就是让支付变得更简单 这就是一个拉卡拉的这个四大板块了 那么拉卡拉的其实呢 他主要产品呢 最主要产品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啊 拉卡拉的这个公共网点刷卡机 哎 这个拉卡机其实它功能很多啊 我们看 虽然看了机器就有电话 啊 不 密码卡 这有刷卡的地方 对吧 这还有个触摸屏啊 那么这个呢 它功能其实很全的啊 包括信用卡的还款啊 手机充值啊 账单号支付啊 银行啊 缴费啊 充值啊 都有 而且它很方便 大多数的超市都有 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拉卡拉的一个收银系统啊 就是收钱保盒啊 那么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这种扫码就付了 我们说它有几种啊 对吧 我们说有备扫和主扫 这个我们再后来会讲啊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哎 你拿出付款码一扣 它就可以收钱了 啊 这就是这个公共网点刷卡机 然后就是这个迷你的家用刷卡机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在家里你就可以使用了啊 你买了之后 你就可以在家来进行相应的东西 只要能联网 就可以逐步出户了 办理各种事情啊 淘宝网的付款啊 支付宝的充值啊 信用卡还款啊 就可以了 包括公共事业缴费都可以做 只要你有这么一个设备啊 其实你就可以做很多 以前在银行或者炮子机上才能完成的事 那么除了拉卡拉之外呢 其实还有几多 其他的一种混合情的第三方支付方式 这点就是搜付啊 搜付呢 是联动优势啊 为中国的这种移动手机用户打造的一个电子支付工具 啊 那么最早我们说啊 这个电子支付 最早这个网络支付 其实通过手机来实现 比如说手机 因为手机当时很大部分的手机是要预存化费 那么这个化费 其实是可以作为小的支付来使用的 当然你应该存很多化费 也没有问题啊 所以最早的时候呢 这个手机支付是通过这个手 这个这个网络支付或者是电子支付是通过手机来实现 那么这个时候呢 联动优势呢 它其实是中国移动和中国银联合资成立的 啊 主要提供的当时是手机钱包啊 和银行通的这种 当然现在我们说我们有了移动网络啊 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了 但当时其实最早我们的电子支付或者是移动支付是通过手机化费来实现啊 那么这个收付呢 但是当时是国内第一家提供基于中国移动手机的网上收付款和手机收付款服务的这种支付产品啊 也是最早的移动支付了啊 只不过当时他功能和现在没有这么全啊 主要是包括账户的充值啊 提现呢 一些基本的这种花费啊 包括便民缴费等等 这个当时已经很不错了啊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联动优势 他其实这个 他的企业能化是诚信敬业合作啊 我们说他是两大个巨头的 因为中国移动和中国银联 这是中国最大的两家了啊 银联控制到信用卡而移动 中国移动是最大的这种电信公司 或者售机的优势 他俩成立在这个联动优势 天生就具有很大的这种优势啊 然后缴费翼 那么缴费翼呢 它是一个资助终端啊 当然现在可能停了啊 但是在18年之前 因为它还一直存在啊 包括我们学校的在这个 这个较大的这个童书馆门前啊 童书馆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未来是前面 就有一个缴费翼的终端啊 它就可以提供很多这种便民式的服务 包括这个交电话费啊 充值卡啊 游戏卡啊 电影票啊 等等都可以做啊 你只要使用戴上人一年标志的银行卡 在这缴费翼上就可以完成你的付费 或者充值 都是可以的 那它类似于ATM机 但它还不是ATM机 我们说ATM机 我们以前讲了 对吧 它可以做交易啊 可以做转账 但是它有很多其他东西不能做 比如说我要交水费交电费啊 这种其他烂铁八糟的 或者是这种 这种农村没法做 它只提供银行这种对口服务 那不方便 所以说 这个缴费翼的这种资助终端 类似于ATM机 但是它提供了更多的便民的这种功能 啊 当时主要缴费翼 主要是运用的北京啊 终端遍布北京 很多地方都有啊 包括写字楼啊 办公楼啊 校园啊 超市啊 都有 它是一个触摸屏的啊 有补卡器等等啊 那么这种各种各样的操作都可以做 好吧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对于线下支付就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